巨大的阻置磕棚竟然出现在金融海域 从空拍的角度看还不止一个 但明明金融沿海没有人在养磕 但这些磕棚到底从哪来引起了讨论 都是西南部下大雨的时候 那它下大雨的时候它会河水暴涨 那这些磕棚它就比较不容易固定住 那可能会被大水就冲刷走 像四五年前我们这里看过最多的四五十座 我那个更多整个海面都流到北方山岛那一边 整个海域几乎都可以随时都可以看得到 根据云民的推测 这些磕棚是从南部飘来 潜水教练王明祥从海上拖回这些磕棚 就怕船只通行危险赶紧拉回岸边 但竹架下又有一串又有一串的母笔 期待太重 只好请来大型的船只帮忙 就连海巡署人员也到场 合力将磕棚拉上岸 非常大我已经拖得很辛苦了 早上拖了一个多小时完全不动在原地 然后想说那么大拖不动 那至少我能在旁边船坐借户 那他至少也不会说被流走 船过来也看得到 那另外又发现一座 我已经把我那个追踪器 小海豚的追踪器挂在上面 如果渔船过去的话 他也可以看到那个花豹的警示 那也跟海巡 洋巡讲说 如果他在外海飘 是不是能够用一个警示的 太阳能警示的挂在那个磕棚的上面 让来往的渔船晚上可以做一个试别 这个在我们夜间的行驶当中非常危险 因为在夜间行驶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看不见 不是全方位的 所以说不小心就会造成我们的船只的损失 就是那个损坏 台湾养科主要地区是以彰化完工 云林台西 嘉义东石 以及台南七股四大区为主 渔民怀疑可能是因为豪雨 让固定客家的绳子断裂 科棚飘向北方到基隆 这趟旅程超过了300公里 其实这种东西在那个中部跟西部那边 非常的多 几百区在那边你也没办法使名字 因为它一个大水过来全部都流出去了 那就很麻烦了 你旁边看的其实也蛮心痛的 其实我们这个海洋污染 其实真的蛮严重的 所以今天又说过这个磕棚 那也带来很多垃圾 所以其实真的是希望大家 能够要注意我们这个环境 应该是至少从减速做起 从减速它的用量少 然后当然还有我们的一些垃圾 要有适当的处理一个程序 不要乱丢 因为我们到山上或到海边 常看到一整包的垃圾 就丢在海边或丢在山上 那这个一下大雨就冲下来了 导演麦绝明来到基隆潜水 却意外目睹这些磕棚 也吓了一大跳 这些往北漂磕棚 漂到基隆 不止南部养殖户的辛苦全没了 还可能变成海洋废弃物 影响船只的航行安全 记者黄烧铭金融报道 为什么存在出币 有点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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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orphangan 我觉得很轻大 那个那我们的还是隆潜水 娘惹 我 船